窦霄和超莲大婚,三太稳居C位,一身造型主打珍珠元素高贵优雅,身边旧父代父送千金出嫁。 赌王家随便哪房的故事拿出来都是可以讲个三天三夜的。 还有小伙伴看到了何超莲和姐姐何超穷参加活动那张合照,感慨原来赌王最漂亮的两个女儿关系那么好。 但一对相差29岁同富一亩的富豪姐妹花能毫无芥蒂地亲亲热热,这中间的草蛇灰线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看来是时候翻一翻老故事了,从哪里讲起呢? 要不就从何超穷生母三太陈婉珍和四太梁安琪联手斗小五逢勇士开始吧。 下面小鱼就来给你扒一扒这豪门的新历史。 怎么讲呢?赌王家四房太太,正房李婉华,地位尊贵,二泰兰穷英手段高明,子女成器,四太梁安琪精力旺盛,争强好胜。 只有三太陈婉珍是个低调性子,她的三个儿女相对也和其他各房兄弟姐妹关系融洽, 去年年初,何超莲参加一档谈话节目,很罕见地聊起一桩从未说过的家族密文。 我爸爸是我妈妈的初恋,不是我妈去找我爸,是我爸先喜欢我妈, 然后大太太给他们制造机会,她跟我妈说,希望你帮我照顾好她。 我妈有抑郁症,一直吃药,她以前老哭,说她把希望都放在我们身上, 没有自己的人生这段话信息量很大。 首先,时间点敏感,播出时,二太兰穷英刚刚去世几天, 三太陈婉珍和四太梁安琪安静如鸡,连网络哀悼都没有。 其次,提到的三个人,李婉华和何鸿燊都走了, 只有陈婉珍在世,有些故事的细节自然发挥空间就大了很多。 老爷喜欢,大方撮合,年轻又是初恋,哭泣抑郁,伤感绝望, 这不就是古早穷瑶剧最爱的情节? 三太陈婉珍有一个庞大的家庭, 十一位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九, 中学毕业后,她念了护理专科, 后来在任伯爵综合医院当护士,众所周知, 陈婉珍是因为在正房李婉华身边做贴身护士进入何鸿燊事业, 综合医院那么多护士,为什么偏偏是她进了何家? 那又不能少了她亲姐姐陈婉芳的戏份, 陈婉芳,人送外号贵妇芳, 她是二泰兰穷英父亲收的干女儿, 她前夫是赌王姐姐何婉文的小儿子, 算是赌王外甥媳妇, 因为这层复杂的裙带关系。 陈婉珍被送进何家, 1973年, 李婉华身患怪病又经历了儿子去世的打击, 身心俱疲, 需要人贴身照顾, 二泰想来想去, 找了干妹妹的亲妹来干这个活, 主打就是个袁佩身边有自己人。 步步为营如二泰, 也有百秘一书, 袁佩生并且也是协助赌王拿下纺织品垄断生意的人物, 她可不是任人宰割的傻白甜, 丈夫在自己身心惧蚕时另取新欢, 说她没有不满是不可能的。 看到乖巧董事的陈婉珍, 又正好蓝琼姻缘走加拿大, 他心生一记把他送到赌王身边。 陈婉珍也顺水推舟, 将计就计, 这中间种种处心积虑断断不是何超连说的那么凄处可怜, 老爷爱丫鬟, 丫鬟眼茫然。 最触目惊心的一组数据是, 何鸿燊和袁佩结婚时, 陈婉珍还没有出生, 何鸿燊取蓝琼英时, 陈婉珍才四岁。 陈婉珍上位后, 赌王给他买了两套大平层, 每套房面积约210平米, 当时花了800万, 限制大概5500万港币。 其他美房都是大别也有。 三太这个条件说起来是有点不如人, 憋屈肯定是有的, 陈婉珍后来住的别墅是四太梁安琪帮他要的。 一般女人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但陈婉珍没有, 他很平静地接受命运所有的安排, 暗中积累筹码。 陈婉珍1985年获得赌王的公开认可, 刚生完大女儿七个月, 四太梁安琪就进门了。 梁安琪奇人, 和陈婉珍可不是一个性格。 现实中, 年轻精明的梁安琪不把陈婉珍放在眼里, 他凭借5G出众抢走了赌王身边社交场上的位置。 陈婉珍生完孩子后, 获赠越南赌场股份, 四太醋一大发, 命令禁止所有人参加三太家何超云的周岁燕。 大家还当真都不敢来, 说陈婉珍不慌乱是不可能的, 他只能审视度势, 做一个低调隐忍的女人, 接纳赌王所有的疲惫与孤独, 同时平衡各方关系。 赌王八十大寿时, 陈婉珍做了一场大戏, 现实二太为赌王庆生, 摆了一场20桌的酒席, 四太梁安琪马上也要摆酒, 而且他要百五十桌压倒所有人。 陈婉珍呢, 他选择百十九桌, 比二太少一桌, 很重要, 地点选择在海上, 压轴戏放在大房里挽滑釜底, 三房的两个女儿, 就是看着这样的妈妈长大的。 大姐何超云和陈山聪恋爱时, 整个人都呈现出一种为爱痴狂的气质, 他造型乖张品味成迷, 离家出走, 一去不回头, 三太一气之下停了他的信用卡, 他还执迷不悟, 直到男友摊牌, 不愿意支付两人昂贵的生活开支, 他才突然明白, 这不是爱情。 妹妹何超连上一段和吴克群的关系里, 他卑微忍让, 任小明星吴克群把富家女玩弄于鼓掌之间, 眼看着吴克群和别的辣妹搞暧昧, 只要约会完回到他身边就好, 这些在感情里做小伏迪的潜意识, 恐怕都和妈妈陈婉珍对待赌王的方式分不开。 即便千算万算, 陪着小心, 陈婉珍还是遇到了难题, 巧了, 那是另一个护士, 邓永世。 2006年, 85岁的何鸿燊再次因病入院, 说起来堂堂赌王也是悲催, 坐拥5000亿资产可缠绵病榻时, 就是每个贴心人照顾他, 何家上下商议认为请护工最合适。 因为陈婉珍懂护理, 他来把关, 一向强势的梁安琪提出几点要求, 长相平平, 年龄30以上, 不具威胁性, 细心体贴, 任劳任怨责任心强, 在层层筛选之下27岁的邓永世谎暴年龄。 凭借平平无奇的外表和到位的专业能力, 通过了陈婉珍的测试拿下了这份工作。 接下来, 他贴身照顾堵王60天, 改变命运的60天。 邓永世的日常工作为照顾堵王饮食起居, 给堵王擦身子, 服侍他上厕所, 总之就是非常私密的接触了。 而邓永世的日薪竟高达80万一天, 那可是世纪初, 娱乐圈的208万们还在小学学拼音的年代, 有钱能使轨推磨。 邓永世对堵王阮宇温存, 耐心体贴, 几乎24小时守在堵王身边, 在他过硬的专业能力加持下。 堵王两个月顺利出院, 原本以为这份工结束了。 可是, 事情大为不妙, 出院后的何鸿燊不管去哪里都要带着邓永世, 一开始, 邓永世还穿着护士服, 后来, 吃瓜群众发现, 他的行头全部换成了一线奢侈品牌。 当媒体登出堵王在用餐完毕后, 细心地为他戴上围巾的照片时, 全程哗然, 舞态出现了。 得知这件事, 最崩溃的就是三房和四房了。 当时堵王的大部分产业已经由二房儿女接手, 三房孩子不算成器, 四房的宰宰们还小, 一旦出现小舞, 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打击。 但堵王对邓永世非常依赖, 看得很紧, 陈婉珍和梁安琪胆子再大, 也师出无名, 直到2009年, 机会来了, 堵王再次生病入院, 呵呵, 是因为在四台家摔了一跤哦。 何鸿燊住院期间, 陈婉珍和梁安琪就合力把钱来照顾的邓永世堵在了医院门口。 当时, 邓永世手握何鸿燊赠予他的四处物业, 其中跑马地一个公寓就价值四千五百万, 除此之外, 再加上堵王平时送的各种珠宝, 首饰和现金, 架起来保守估计有一个亿。 三太四太提出, 给邓永世两亿现金补偿, 请他走人, 同时, 四太派人查清邓永世底细, 把他的感情关系一点点地透露给赌王听, 两人软磨硬泡, 赌王总算默认了这件事。 恩威病失之下, 邓永世权衡利弊, 拿钱走人, 两个月后, 他风光大驾, 对象是分手多时的初恋男友, 金钱的魔力啊, 能让人心甘情愿陪在一个85岁老人身边, 也能让人浪子回头, 重新和分手的女人如胶似妻, 何鸿燊这个人的确不爱而慷慨。 小五风波平息后, 各方意识到老父亲恐怕神志已经不太清楚, 必须要把他的财政大权夺过来了, 以四房二房视如水火的关系, 三房必然就成为了中间人。 陈婉真带着儿女们天天去探望赌王, 何超云和何超莲每天定点到父亲病房报道, 情意绵绵安抚老人家, 三泰负责出境应对记者。 一个月内, 三泰拿到了核心企业傲于15%的股份, 在当时的市值就高达67亿, 比四泰多10亿。 2014年, 三泰以11亿美元的身价 跻身香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第46位。 更妙的是, 三泰拿到前后, 投资了一大部分到四泰的酒店里。 巧妙转移了焦点, 化解了财产分配危机, 赌王去世后, 三泰遇到一次危机, 她担任航空公司高层的妹妹, 被暴借入他人家庭, 且南方因为独职被判入狱, 好事者都在等着看二房会如何制裁三房。 谁知, 陈婉珍主动把所有航空公司股份转让给何超穷, 并且让妹妹引救辞职。 伸手不打笑脸人, 陈婉珍算是深得中庸之道的精髓了。 这些年, 她身居简出, 衣着随意, 素面朝天, 和女儿吃饭也会选择路边摊。 今日, 何超连大婚, 赌王家其他各房均未出席。 巴厘岛仅仅招待至亲父母, 媒体和朋友, 这应该也是应三太要求低调了一辈子, 但八面玲珑, 左右逢源, 无论是隔岸观火的冷静, 还是减缺减漏的本领, 三太陈婉珍都不差半分。 她一直都很满意斗霄这个女婿, 称喜欢她温吞的性格, 何超连和斗霄, 遇见对方都是彼此的幸运, 祝二位百年好和, 天上的赌王, 应该也想说一句, 女儿, 恭喜你啊。 我最后是精密的领导,